国防部颁布了这个防空警报发放的实施规定 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有点在自欺欺人呢 现在已经确定要把防空警报发放线 从过去距离本岛沿岸的70海里 缩短至24海里 那顾力雄的说法是呢 会用严密的手段来判断中国大陆的意图 做必要的应对措施 但是我们来看到 其实这个早就常常进入所谓70海里处了 因为在日前7月23号呢 就已经共机距离基隆只有62海里 同时呢在西南空域活动的共机 也只有距离额鸾比39海里处 另外在9月份呢 军机越过台海的中线 并且直逼新竹的外围 也只剩下37海里处的空域 当然我想问一下丽将军 那国防部现在把这个防空警报的这个距离缩短 到底要干嘛呢 他也很无奈了 如果说是你还是按照我们的法规规定 这70海里来讲 你70海里你不放警报 你就违反了自己的法令 你自己的规定就违反法令嘛 但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 是不是国防部每天都在违反法令 都不按照规定来发放警报 那如果说是按照规定来的话 我们大概每天都会想起空袭警报 因为工具每天都进入到70海里 都已经逼近24海里 那你要不要每天放警报 这就是自欺欺人 你知道吗 你没办法达到把敌人贺回70海里以外 那你只能说那我就24海里我再放 但问题是你24海里在放警报 你有什么意义了 24海里你不要说现在的作战 当然有这个我们老百 就我们老百姓来讲 也可以比较安心 为什么 以前来讲 其实海里放警报是 因应敌军会这种地毯式的轰炸 就是轰炸机嘛 就像我们24艺炸战一样 就飞到你城市三公 飞到你这个工厂区 或者是要炸你桥梁 那一架飞机飞回 一下丢下来 这个好几十颗炸弹来炸你 那有些炸弹不是很精准的话 老百姓就会受到伤害 所以大家赶快放警报 让老百姓有时间跑到究竟的防空洞 或者干嘛去躲起来 但是你现在来讲竟然做不到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现在战机都很准 人家打的是飞弹 不会去 就外科手术式的攻击 不再是像以前一样 就是一架飞机过来 这个狂轰滥炸一番 那他大概打的都很精准 那但是24海里 你在放警报有没有意义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意义 你干脆就不要放了 为什么你就 他24海里 他真的 真的会不会飞进来 你领我们本土上空 其实也不需要 24海里他飞弹就可以打了 就可以射击了 那就算要飞进来 也不过是三分钟 我跟你讲 我们自己空军 你不要说老百姓 去找防空洞找不到 你说空军连战机都起飞不了 我经常讲过很多事情 空军战机起飞 他们叫 你不能叫他一直坐在飞机里面 这个座槽里面很小 他在休息室 那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个镜头 看过那个影片 那灯一亮 代表说紧急起飞 两架或者四架 紧急起飞 升空来接 这个时间最少都是三分钟 你跑到跑到头 再滑行 再加速 再起飞 机头再拉上来 到哪里坐在高度 最少三分钟 这时候人家已经到你机场上面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来讲 如果说是我们自己要承认 台湾就是没有战略重生 这事实是如此 台湾海峡就这么宽 最窄的地方 也不过一百多公里 对不对 我们就没有这种战略重生 那以现在的 这种解放军武器性能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是 放不放警报 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所幸的是什么 所幸的是现在解放军的武器都很精准 它大概不会对的 也不会伤害到一般老百姓 大概重要的是 它大概打 如果说真的要攻击来讲的话 那现在每个飞串价格也都很昂贵 它一定打你高价值目标 比如说是指管通勤系统 指挥管制通信情报雷达机场 或者是战略部队做这些 对这些目标来施攻击 大概对一般老百姓的话 大家也可以放心 这个就算听到警报 你也不必慌张 千万不要为了夺警报跌倒了 反而这个本来没事的 反而受了伤 所以说我个人是认为说是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放警报 你就干脆跟军队放警报就好 老百姓你放了警报 反而造成人心惶惶 大家不要怎么办 那老人家你叫他怎么躲 从高楼到下面 你三分钟你根本也来不及找防空 我们现在试问一下 有谁知道你家附近避难场所 在什么地方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也代表说 我们自己的无奈 这个不知道他每天放警报 也不像话 那这个只能70海里 说只能24海里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哪一天他真的飞进24海里 我们要不要放警报 那考验国防部 你如果这警报一放 你知道对民心士气 那种恐慌会有多影响 那他会不会飞进24海里 其实可能无人机 或什么他早就飞进来过 那只是国防部讲不讲而已 对你不要说是 为了选举人家一颗卫星 对不对 这个到底是卫星还是飞弹 你都搞不清楚 那个时候去放警报 那时候我想大家都说过 那空袭警报 就搞半天是一颗卫星 不要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警报 是因应选举才有警报 如果真的作战 反而警报不会下 然后放警报那个人 已经升上将了 所以应该是 后续来讲 有没有人为了 是赶快放警报 升上将 大概快要选举的时候 才会有警报 现在应该是不会有警报 好 但是我们接下来来谈论一下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 全台都在沸腾 因为拿下了12强的冠军赛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湾夺冠的喜悦 是日本人难以想象的 这个是日本学者 小丽媛星星她说的 她认为说 这个喜悦程度 真的是日本难以想象的 整个星期 台湾都会沉浸在 共同的喜悦跟感动当中 当然 这个也将是台湾人民 再次确认中华民国 作为国家存在的一个星期 好 当然呢 大家都很开心 总统赖清德呢 在脸书又立刻发文了 他说呢 到时候呢 这个中华健儿们 回来台湾的时候 会有战机伴飞 并且要举办一场英雄大游行 好 只不过呢 大家也都在说 他是不是在蹭热度呢 因为呢 空军要派遣F-16V来伴飞 并且要释放热燕弹 但是呢 媒体立刻报道了 我们的热燕弹 库存很吃紧啊 此举将会影响到战备任务 好 空军的说法是呢 库存都是按照年度特训 在消耗补充 数量其实很充足 这一次 半飞热燕弹的数量很少 并不会影响到 这个演训的任务 另外呢 名将的立委郭国文 直接说了 他要估重量加码 奖金到1亿元 但是网友立刻炮轰了 你自己不出钱 要别人拱加码 这样子有道理吗 问一下蔡委员 郭忠亮本来 在事前就有讲过说 如果打到第一名 要给5000万奖金 那后来真的打到第一名 加码在2000万 变成7000万的奖金 你郭国文 你在蹭什么嘛 对不对 那你自己 不然自己捐款嘛 看捐多少都一试一试嘛 所以我是觉得 要不要讲绿营的金主啊 要不要开名单给你啊 你们绿营金主有一大堆啊 自由时报捐多少 民事捐多少 三立的张龙华捐多少 你怎么不叫绿营人捐啊 根本叫一般企业家捐呢 会不会很搞笑 三立都还可以推荐主播去当 这个部分去立委 多捐一点 给这个棒球又怎么样了 不过我想民进党蹭这个 也没什么不好啦 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小立元的话 听听就好了 我们当然自己会觉得 我们现在好开心啊 我们中华民国啦 我们棒球实力很强啊 我们觉得很大的光荣 可是困难能难在啊 我举几个例子 乌克兰以前足球很强啊 竟然打到欧洲冠军杯啊 乌克兰很开心啊 他有办法 有办法改善乌克兰的 这个战略环境吗 也没有办法改善 还有很多的小国家 比如说古巴 已经要打到世界冠军啊 那可能他被美国压着打 被制裁有改善吗 没有改善 那好 我们看看很多很多的 欧洲的小国家 那个经常冠军 不是什么德国法国 这种大国家 动不动就是那些小国家 阿根廷 阿根廷你的落国家 足球 我的解释意思就是说 有的得到冠军 我们要感到开心 但是这个政治家 我想要蹭他也是人之长前 可是你如果因此把它想象成 我们战略环境已经改变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这两个事情 我们要谨慎分开来看待 我问一下利将军 这个热燕弹真的不够吗 这个够不够 平常讲我是不敢确定 但是我知道像这种 其实我觉得国军 你应该从事是战备 就算有多你应该 以作战认为优先 半非我个人来讲 是非常赞成 但是需不需要去放到热燕弹 这东西是可以去讨论 不是说代表热燕弹 就表示欢迎英雄 如果这形成冠以后 对国家 对国军战力是不是一种好处 毕竟它是一种武器 毕竟它是作战用的东西 那你应该用在战备训练上面 那如果说是 我个人能够对于 我们中华队能够夺冠 昨天晚上我也兴奋了 一晚上睡不着 本来今天还想要去 买一页T恤的 后来说上网买还买不到 那个要订才可以来不及穿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欢呼高兴归高兴 但是作战归作战 那不要拿作战的武器 来当作欢迎 就是说你半飞 如果说是我们自己油料够 偶偶一次是很高开心 但是要不要放热热蛋 真的有待考虑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敷屏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露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